好啦 还有一点时间呢 这是咱们的咱们问阿宝老师 这个小果番茄来到八九分的时候 它会裂过 是因为最近的气候太快 是说失气比较重 但是因为它已经流到没灌水了 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改善 这是欠客什么样的玩手 还是说第二%第三%的火 接着这个果呢 可以改善 包括最近有玩意变的问题 那如果是说 已经在采取了 是不是有一些无毒制裁可以使用 现在在目前来说 就是说你要像这个玩意变 玩意变、肥美变这部分 你可以利用 我们有一个类似像苦练油这种 它有一点橘子味 最早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云香干那种东西 干橘精油 很多人在用那种东西 到目前为止 都要再感觉很好 有时候这种东西 就是说这个无毒的资财 这种确实是 成本都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负担 因为它绝对不会比農業较较较较较 你放心这种东西 有一点点的效果 就不可能比農業较较较较较 所以有可能在这方面 你自己要去稍微斟酌一下 这种东西可以搭配来用 还有一个 我个人是非常推荐的 这个这一组保利美术 你搭配来帮他做书用 但是这特变都用保利美术 可能有很多次 就有很多麻烦 这也是要稍微注意到 这样 这个 就是这种的一个情形 这可以让你稍微做一个参考 另外一个就是 在这方面的一个观告 我们的观告 要稍微注意到 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在这必须要让你稍微做一个了解 这个有时候 我们我们自己要去做一个 这个安全的这个采收的时候 所有的这个节奏 你就是要搬 这哪里可以搭配 搬配这个搬料 担油了 现在他就会 到够回个头 回个月退了 有个来办的时候 这个油已经过去了 利用这种方式 来给他 做一个搭配 当然就是说在这个进城 进城我们处理好 这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这个地方 另外有的人用什么二氧化绿 这个东西 当然 倒是不排斥 不排斥去用这个东西 但是进城 其实不然我们也有 包含很多好朋友气馆 觉得效果还可以 但是为什么 我们都没去把这个东西 很认真的去 鼓励大家用 因为对人的障害还蛮大的 最主要有这种的一个过路 因为我有看到这种的这个报告 所以没有把握之前 我们就不在意这个效果 就是说我觉得 安全也是很重要 这点是这样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别的这个问题 这个列国的这个问题 这原因就是你25天没有浇水 这没有浇水电阻的壁 为什么说没有浇水的壁 因为已经很干燥 很干燥的时候 空气的湿度一个管 它这个表面 尤其垢的这个部分 就容易吸收水分 然后它就会被脏破了 这皮就壁破了 所以这大概这部分是一个很大的 这个原因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建议说像 尽量因为现在这个温差那么大 所以你像晚上冷 白天这个温度压灌 压灌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在差不多七八点这些 这些就把 通常就是说温度还没上升以前 我们就要把薄膨打开 里面通风做到 不然你现在如果温度 在那边关起来 超过25度28度的时候 这个小番茄要降温 要降温它就要吸收水分 然后就 就涨破了 就这样子 它也吃它就会吃到百分之后 所以这是 所以我们平常是要 把它关锅好 所以如果有注意 这个给它四度的这些水分 这个保持途中有一定的一个温度 这个温度是这样就很没叩的 这不是饮水叩 你太久没让它吃水 所以如果去吃水 它就叩给你看